出埃及记 第30章 要做两个金环安在牙子边以下 在坛的两旁 两根横撑上 作为穿杠的用处 以便抬坛 要用造夹木做杠 用金包裹 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帽子外 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 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 亚伦在坛上 要烧新香料做的香 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 要烧这香 黄昏点灯的时候 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 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 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 不可献凡记 素记 也不可交上殿记 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脚上 行赎罪之礼 他一年一次要用赎罪寄生的血 在坛上行赎罪之礼 作为世世代代的定力 这坛在耶和华面前为至圣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 你数的时候 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 把数价奉给耶和华 免得数的时候 在他们中间有灾殃 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 每人要按圣索的平 拿银子半赦克勒 这半赦克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 凡过去归那些被数的人 从二十岁以外的 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 他们为赎生命 将礼物奉给耶和华 富足的不可多出 贫穷的也不可少出 个人要出半赦克勒 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 作为会墓的使用 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要用铜做洗镯盆和盆座 以便洗镯 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 在盆里盛水 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 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进坛前供职 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 必用水洗灼 免得死亡 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 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要取上品的香料 就是流制的墨药500摄克勒 香肉桂一半 就是250摄克勒 昌蒲250摄克勒 桂皮500摄克勒 都按照圣索的瓶 又取橄榄油一新 按座香之法调和 做成圣膏油 要用这膏油 抹绘墓和法柜 桌子与桌子的一切器具 灯台和灯台的器具 并相谈 凡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 洗浊盆和盆坐 要使这些物成为圣 好成为至圣 凡挨着的都成为圣 要高亚伦和他的儿子 使他们成为圣 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份 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这油我要世世代代以为圣膏油 不可倒在别人的身上 也不可按照调和之法 做与此相似的 这膏油是圣的 你们也要以为圣 凡调和与此相似的 或将这膏告在别人身上的 这人要从民中剪除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要取新香的香料 就是拿它服 诗洗列 洗粒笔拿 这新香的香料和净乳香 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 你要用这些加上盐 按坐香之法 做成清净圣洁的香 这香要取点 倒得极细 放在会幕内 法柜前 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 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 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 为自己做香 要以这香为圣 归耶和华 反坐香和这香一样 为要闻香味的 这人要从民中剪除 这人要从民中剪除 水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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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渭